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大牌是谁呢 忽悠 接着忽悠 是不是还要让我走两步啊 请请请 你以下意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在断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哎呀 你这在那咋等于啊 等于二 应该是二 二啊 你刚才不说什么 赵哥 稍等一会儿 我要接个试试 ICIPIQ卡 冲冲告诉我密码 报告打结的 没有IQ卡 自觉的 交出来 这怎么没有 我有IQ 你没有 把你的给我 我估计有了吗 给给你 你你你你也用用不了 把密码给我 我我这就不能用 没有密码 IQ是智商 智商什么东西 拿拿来 武台上和电视里的范围 那只要一张嘴 那包袱那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 就算不张嘴 他的一举手一投足 同样能让观众捧腹大笑 谁会想到 在现实当中 人家确实闷呼噜一本 如果说他不是知名的演员 他要是来参加某一个活动 坐在哪个嘎聊里 一定会被人家认为 这是哪个明星的助理 因为他总是静静地 在某一个角落里坐着 他一般拍完了戏 就是拍完这个镜头 拍完它 他就去回到他的车里坐着 就是就没了这人 根本在现场你看不着他 我生活当中和这个舞台上 或者是电视前 电视影评上的形象不太一样 我说怕观众失望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闷着一个人 一个连话都不爱说的人 他怎么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大笑心呢 下面咱们就来摆摆这里头的一些事 1962年 范伟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这饭爹饭妈 虽说但都是车间里的工人 不过两口子全是文艺爱好者 我们家人啊 就是对文艺呢 绝对 我妈呀就是过去没这个条件 有条件我爸是个好演员 绝对的好演员 他特别幽默 我爸没有太高的文化 但是绝对是个文化的崇拜者 我爸到老了还到 一直在给写 给那个报社投稿写东西 有这样的遗传基因 那小范伟身上的文艺细胞啊 那自然也少不了 邻居们都说呀 说这孩子你别看平时啊 不声不响 捏捏的 可只要一说表演啥节目 哎 那立马就来精神 怕什么讲故事啊 说评书啊 唱歌跳舞 那是样样拿得起 打上学起呢 小范伟啊 就一直是学校文艺队 和宣传队的骨干的 到后来 他爹妈心里面就想了 说看来这孩子是不是吃文艺饭的料啊 不过 文艺那有那么多行 那到底搞哪样好呢 77年那时候 我都15岁了 然后就 就是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老师 来看一看这孩子 到底是哪方面的材料 但是我有个老舅 就从音乐学院找了一个老师 到我们家 我就给他唱歌 唱歌之后 他就说 他说你还会别呢 我说我会讲 别书什么的 他就来一段 我这里买一段 他说你看啊 你一唱歌吧 我觉得你条件吧 你怎么练 都是个业余的水平 他说你看你讲故事 就会声会色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表演的 就是这方面的材料 你可以找一找 这方面的老师 你说那个时候 77年也没有什么 都不知道什么影视 是怎么回事 然后也不知道画剧 什么都不知道 那时候什么比较 就是像什么 比较红火 老师的分析 那确实是有道理 你想啊 范伟唱歌跳舞 那虽说也不错 可长相身材在那摆着 你想出头 那实在是有点难 而相声演员 那就不一样了 帅不帅他没关系 关键得长得喜庆 让人一看就想乐 而范伟的长相 恰好他就符合这一条 你看你平时也这么幽默 该死的 你真坏 在沈阳曲艺团 他学了几年相声之后 凭着讨喜的这长相 还有自己的勤奋和悟性 范伟二十刚出头 他就成了团里的骨盖 1993年 他在第一届全国相声节上 他还一举拿下了表演和创作两项大奖 那算是第一次展露头奖 虽然拿了全国性的大奖 不过接下来的几年 范伟的表现 他只能用不温不火来形容 在相声圈 他在沈阳那算个卷 在东北呢 肖有名气 可要跟江坤侯耀文这些大腕 你比起来 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幸运的是 东方不亮 西方亮 很快在另一块舞台上 范伟找到了自己大展拳脚的天地 幸好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贵人出现 那至于贵人是谁 那我也甭卖关子了 地球人都知道 那就是赵本山 1990年春晚上的小品相亲 让辽宁铁岭艺术团二人转演员赵本山 那是一夜成名 他的小品从此呢 也就成了春晚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993年 赵本山呢 想找个新大党 那有人就向他推荐了 还在沈阳取义团 说相声的范伟 俩人一试戏 哎 感觉呢还不错 就这样 1995年 在赵本山的带领下 范伟第一次登上了春晚这个大舞台 经理除了工作太累 来了客人又不能不赔 他是上总赔 下总赔 终于赔出了立下主意 平心而论 头回上春晚的范伟 那完全就是赵本山的陪训 刚刚呢 咱们看到的 那可以说是小品里面它唯一的亮点 那别的呢 就实在是没啥出彩的地方 自然 十多亿的春晚观众 也没几个记住了范围 下来之后 我联系坐火车回沈阳 然后打车回去 我就觉得可能 出租车司机可能都会认识的 昨天春节晚会什么的 干脆就不认识 这半年过去了 好像没什么东西可能 这不是春节晚会 每个人上了就火的 上春节晚会 这肯定有点小得意 哎呦 差不多了 就上春节晚会了 观众肯定会认识 结果大家没认识 没认识 所以 怎么没认识呢 那就会找原因 说这个 哎呦 本人大哥是一个杀人的演员 在台上那个搭档啊 肯定就是暗淡无光 这肯定 可能是时代不一样 2014年春晚 有一个叫什么来着的 这个小姑娘 什么节目她也没演 站在那是莫名其妙的 抓了几个钟头 第二天呢 她也活了 而19年前的范伟呢 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接下来的几年春晚呢 她跟着赵本山 那是一次都没落下 什么宋水公 三辫子 红高粱摩托队 拜年 作品不少 可五六年下来 大家记住的呢 还是赵本山 那至于范伟 顶多算是在观众面前 混了个脸熟 他就是活起来 以至于当时圈里面 不少人就说呀 说范伟在赵本山的小品里 他就是一个小桌梁 有他不坏事 没有他呢 换了别人那也一样 听了这话呀 范伟心里 那叫一个不是滋味 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能怎么办呢 琢磨来琢磨去 这2001年的春晚 他又来了 这一年的小品呢 名叫卖拐 在小品里啊 范伟呢 一改从前的脉下 留了几十年的分头 简称了平头 戴了几十年的眼镜 他也摘了 没想到 正是这个和以往 截然不同的新形象 一出场 他就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脑袋大脖子粗的傻厨师 一下子就把赵本山的风头 给抢了过来 拐卖这样的 你满意 谁又什么呀 谁又呀 谁又 谁又 你谁又 谁又结了 他坑你呢 他 你这是坑我 你怎么这样呢 我就纳闷了 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 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的 喜剧一定要放低姿态 你仰视着看一个人 他不会产生喜剧 只要让观众去 俯视这个人 我觉得大家能笑得出来 说有笑人物在这儿 有意思 你的智商一定要低于观众 大家这么看 能看 能卷着 大家能笑得出来 接下来的事呢 那就可想而知 能跟小品王在戏里 平分求色 那还能不火吗 而赵本山和范伟呢 也借着卖馆的热度 一鼓作气 他又在2002 2003年春晚上呢 先后推出了卖车和功夫 不夸张的说 这前后联系 后来呢 被大家称为 忽悠三部曲的三个小品 那绝对是那几年 他全国观众 对春晚印象最深刻的节目 以至于 头年的春晚刚过 大家就开始讨论了 你说明年 大呼有赵本山 该向范伟卖点啥呢 哎 看着范伟呢 在小品里面 傻乎乎的新形象 如此招人喜爱 那赵本山呢 动开了脑筋 观众不是爱看这个吗 行 我就让大家呢 天天有的看 接下来的几年呢 赵家班接连推出了 刘老根 马大帅 乡村爱情 等好几部电视剧 而每一部戏里 那都少不了范伟 这傻乎乎的角色 我胡亥三 又回来了 啊 哎 老辈又重新录用你了 那是 小样 不给我个负责人当的 我是绝对不干的 哎 他有话好说 行吗 有话好说 他你别动 我动他手 哎 哎 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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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别跑了 那个时候呢 不少人都说呀 说刘老根里的药匣子呢 也好 马大帅里面的范德彪也好 乡村爱情里面的那个王母胜也好 那虽然都是配角 赵本山才是主角 可只要俩人同时出现 哎 赵本山你不管怎么演 他就这压不住范伟 一句话 范是幽默 大有超越 赵是幽默之事 05 06 那几年啊 我都不敢打个电视 我有一次宣传电影 那时候还在那个报事里 接电话 接日先电话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警察 给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 我是什么什么 警察 你们的 哎呀 我们家人喜欢你啊 尤其我老婆呀 喜欢你啊 我都吃醋了 但是最近我老婆不太喜欢你了 啊 我说为什么 成天看你的广告 大脑袋晃来晃去 就那个 就05 06 就那两年 这广告太多了 我自己真能收敌 长江后浪推前浪 范伟呢 虽然不是赵本山的徒弟 可毕竟演小品 那是赵本山一手带出来 当然 演艺圈里面不存在 教会徒弟饿死 师父这样的事 徒弟能跟这师父一样火 甚至超过师父 那是好事 至少 有两个小型的节目 那总比只有一个的更好看 可就在大家期待着这对 黄金搭档能为观众献上更多 更可乐的小品和电视剧的时候 哎 怪了 不但春晚上 你看不到这对黄金搭档的表演 就连赵本山拍的电视剧当中 范伟的戏份呢 那也是越来越少 到最后 甚至是彻底消失 这怎么回事呢 就在媒体正琢磨这事的时候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赵本山说的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让人们似乎找到了答案 赵本山这话呢 虽然听上去是含含糊糊 可傻子都能听得出来 他这是在发泄对范伟的不满 顿时 范章这对黄金搭档闹矛盾的消息 就在娱乐圈里 而不久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 更是让所有的人都相信 之所以再也看不到赵本山范伟的合作 那是因为已经翻脸 正式分道扬表 什么事呢 2007年赵本山主演了电影 落叶归根 这部电影呢 那是赵本山阔别影台七年之后 拍的第一部电影 很重要 所以圈里啊 凡是跟老赵有点交情的朋友 什么宋丹丹 郭德纲 胡军 郭涛 夏宇 那是纷纷前来捧场助阵 在电影里呢 有情客战的小角色 可电影从头到尾 唯独就不见范伟的身影 哎 这绝对不正常 要不是俩人确实是翻了脸 那赵本山的电影里 他怎么可能少得了范伟呢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好好的 俩人怎么就翻脸 对于赵本山和范伟翻脸的原因 大家很是关心 而当时的媒体上的各种各样的猜测 那是铺天盖地 第一种说法 那叫抢戏说 不少人认为啊 在马大帅等电视剧当中啊 范伟的戏份是越来越多 甚至远远盖过了赵本山 那被抢了戏的赵本山 心里很是不爽 再这么下去 那观众就只知道范伟 要忘了他赵本山 于是他决定亲手封杀 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小兄弟 不过呢 明眼人一看呢 就知道这种说法 纯属胡乱猜测 为什么呢 不存在抢戏的问题 你说他本身是 他是导演 你比如说我们光是两个演员 行 他操纵剧本 他是制片人 他是导演 他又是跟这个 每天都要跟编剧 在一起商量 剧本的下一步的事 他怎么能让我抢了戏 他还想不让我戏多的话 他一解就完了 正如范伟所说 在这些戏里呢 赵本山不光是演员 人家呢 还是老板 他真要不乐意 这范伟盖过自己的风头 那很简单 那一句话 他就解决问题了 根本就犯不上范脸 那至于两人 翻脸的第二种说法呢 那是说范伟成名之后 刷起了大牌 不再把带自己出照的 本山哥放在眼里 这让赵本山寒了心 于是呢 他决定把更多的机会 留给徒弟们 不带范伟玩 这个说法呢 看上去似乎更靠谱 大家都知道 没了范伟 赵本山呢 还依然活跃在春晚的舞台上 而且呢 又捧红了小沈阳 鸦旦 王小丽 只是呢 这个说法也很快 就遭到了全里人的反驳 他从沈阳 回趟家有点事 那会儿都没有车 都是足里的车去接他 司机去接他 然后回来以后 他都要司机跟司机 师傅辛苦 请司机吃顿饭 是吧 喝点小酒 回来以后啊 谢谢人家 他是这样一个人 是啊 这么一个人 那怎么可能对自己的贵人耍大牌 干这个过河拆桥的事呢 哎 这时候呢 第三种说法又出来了 有人爆料说啊 说俩人翻脸的原因 那就是为了钱 具体的说 那是赵本山 太偷了 有一次俩人到四川 参加这个商业演出 一共挣了42万出产费 可收了钱之后呢 赵本山才分给范伟7000 把连零头都没给够 结果呢 一气之下 范伟就跟这个剥削自己的贵人说 拜拜 自己出来担干 哎 说起来呢 现实当中亲朋好友反共为朝 那多半脱不了一个 才子 那么这俩人 他是不是也免不了俗呢 幸好 还是有负责任的媒体 把真相给挖了出来 俩人有点矛盾不假 但远没到翻脸的程度 那至于不合作了 那也是大家想法不同 跟翻脸无关 事情的起因呢 那还得从2003年说起 那年 北京一家艺术团体 想调范伟到北京工作 机会难得 哎 范伟呢 动心了 当时我爱人 特别希望着这个孩子 到北京来动心 因为 一个男孩子 然后他还比较喜欢文艺 你想 在东北的环境 你要喜欢文艺 你在北京事 别人懂 见识不一样 所以说 媳妇那时候 特别的 特别想我到北京来 听说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猛将 要离开本山传媒 远走北京 那赵本山心里面 他当然不会没想法 那只是 人往高处走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但是我们始终没说 好长时间 就是包括我们要拍 马大赛二 马大赛三 这个时间我们心里头 本人大哥对我的心里 都有一点 都有一点不舒服 但是他始终也没舒服 当然 这时候呢 赵本山心里的 这点不痛快啊 还没有影响到 俩人的合作 那真正让俩人 关系降到冰点 让赵本山公开 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达对范围不满的 那还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呢 2009年 赵本山的另一位黄金搭档 宋丹丹突然却过 自己不再上春晚 这让赵本山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搭档危机 想来想去呢 他决定请范围来救救急 没想到 范围的电话呢 怎么都打不通 听了别人传的话啊 赵本山那就一个气啊 你小子能有津贴 那还不是靠春晚 如今你翅膀硬了 大哥求你的时候 你倒好 说一句不想上春晚 在边上袖手盘观 这不是等着看大哥的笑话吗 赵本山哪知道啊 这其实呢 又是一个误会 没有到那种 就是说必须要你接电话 说你就是 你不接电话 别人就生气了 我如果知道这样的话 那我为什么不打这个电话 我一直在策划一个 我们在研究戏模 把手机关了 关了之后呢 就是他可能打电话 打不进来 赵本山把春晚 看作自己的命根子 但人和人不一样 范围就觉得 这些年上春晚啊 承受的压力呢 实在是太大了 自己呢 还是跟家人待在一起 当一名普通的观众 更合适 这样的想法 当然也没错 坏就坏的 这些想法 赵本山都不知道 他就觉得 我好不容易开口 求你范围一次 你还不给面子 这不是过河拆桥 那是什么呀 于是呢 就有了新闻发布会上 针对范围的那些话 自然 俩人的合作 也就从此终止 这就是曾经闹得 沸沸扬扬的 赵范翻脸事件的真相 那虽然误会消除之后 俩人至今 还没有重新合作 不过呢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 咱们能再次看到 两位孝星共同奉上的精彩 好了 下面呢 咱们再来继续说范围 话说单飞之后 范围呢 一股脑就扎进了影视圈 要是小品演员 进影视圈的就不少 只不过呢 一般演的呢 都是喜剧角色 一开始 范围呢 也不例外 比如说 天下无贼里的 那个经典的笨解匪 下无事 就你觉得这个事有意思吗 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腰腰腰腰腾腾腾腾腾美 没什么 不信 你摸 你让我摸着 摸到了吗 什么呀 什么呀 摸着什么了 你说话呀 不过很快 范伟就感觉到 如果永远都拍这样的角色 那跟演这小品 也没什么区别 那想要超越自己 那还得另想办法 那他想到了什么办法呢 那就是塑造接地气的小人物 我演的好多戏里 都由我爸的样子 你看我爸 他真是小人物啊 可讲究了 你看那个时候之后 他就觉得沈阳污染比较烈 一到冬天永远戴口罩 你看那口罩的造型 我就跟我爸们来 那个帽子 那个手套 出去那个推自行车上 永远是拿手套 啪啪 拍两下座 那是我爸的典型东西 范老师就在喜欢那种小人物 那就是说他更关注底层 更关注这个民情 关注这个平民的一些生活 在之后的芳香之旅 极致启程 看车人的七月 等非喜剧电影里范伟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打动观众的平凡小人物 让观众呢看到了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范伟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2009年 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南京当中呢 他出演了拉背秘书唐先生的 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没有包袱 没有贯 甚至连台词都没有 可范伟呢 照样能把他演绎的思思入口 大方光彩 我爱是交给你的 这一系列的电影作品呢 让范伟逐渐的摆脱了小品演员孝心的标签 在影视之路上呢是越走越宽 与此同时呢 他的表现也得到了专业人士和观众的高度认可 这些年呢 在国际国内各种电影节上 范伟先后荣获十多个表演奖项 成功挤身国内一线男演员的行业 不过呢 大明星范伟依然低调的在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中扮演着笑人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范伟的幸福 不是名也不是力 而是跟电视剧里面他演的傅老大一样 只要心里高兴 那就是幸福 我老大快乐养生鸟 第一节走猫步 挺胸 第二节 想美事 我年轻 我漂亮 我漂亮 我心里老美了 我心里老美了 我真是老幸福了 我真是老幸福了 我觉得就舒服服的 就是该拍戏就拍戏 太累了就休息 老一结合 在家里过点老婆孩子热口头的日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些 那么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呢 您可以关注江西网络 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 同意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